大家好,今次介绍PTSC和VFC合作出的一把新的电子枪 名叫做Virgo MK1 其实这把枪有什么特别呢? 最特别就是它的设计,外形已经是一把CQB版本 首先最重要的是,它的尾托是PDWQRS的尾托 其实它有什么功能呢? 它一开的时候,当你拉到最长的时候就去到这样的尺寸 如果你想再缩短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按一个键 就去到这样的尺寸 如果你想再缩短的话,你也可以缩短的尺寸 就是这样的尺寸 第二个外观就是,它是VFC本身伸出的系统 所以它已经做到一个比较方便的东西 就是它左右都可以令到用家可以做到不同的动作 这把东西本身的设计就是双边的选择 那何谓双边呢? 它左手边有个Made Release 右手边也同样有个Made Release 那尺寸的话,都有左和右的分别 方便你们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去做一个左右的选择 例如,你左手持枪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指弓做到你转火控的动作 当你搬到第二个位置的时候,你亦都可以做到 用右手的手指弓,你都可以做到这个选择的动作 那令到你任何情况之下,当你做Transition的时候 你都可以做到一个稳定而快捷的动作 好,那第二件最特别的就是,你们平时玩开电枪也好 当你要教Hot Up的时候,你就需要拉个Charger Handle 然后令到一块铁片打开了,之后你再在这个位置教它的Hot Up 然后做了一个铁片,令到一块铁片固定在这个位置 便于,你不需要用手指弓在这里,然后再 large 所以方便到任何一个用户去教Hot Up 而不会令到它可以提起他的功能 当你教完Hot Up之后,你会发现这样,不可以再去滑上去 因为它是靠这个网球扒 我们简称 学名叫做Bull Release 这个按键 按一下 它就会返回 变相整个动作有少少像 GPB 外观上的动作 好,那到胆夹了 胆夹的话,也刚刚说过 左右的功能 所以你一脱胆夹的时候 这一边也会有反应 反过来 当我转到另一手的时候 你按这个按键 它也可以脱胆夹 就像这样 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胆夹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这把枪 因为都是一把AEG的枪 所以它可以用AEG的胆夹 即是配合我们PTS出品的 EPM的AEG的胆夹 亦都可以用到 还有坊间一般的 蛋夹都可以用到 包括链夹也好 什么都可以 所以更容易令到 你们去选择不同款的 因应自己个人的需求 去配合不同的蛋夹 说完枪 当然说回跟枪的蛋夹 蛋夹 就是我们PTS出品的EPN夹 其实有什么特别呢? 每个人都未知的一件事 就是 它本身的推弹罪 是有一粒橙色的点 而那粒橙色的点 当你入满了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视窗位 会看到一粒橙色的东西 掃出来 即是代表它已经满了 而如果当你打到差不多 不知它去到哪 其实 它那个Map Release的Bull Lock Map Release的Lock位 都有透明的视窗 你也可以看到 去到那个位置 是不是差不多 已经在到一半 或者已经没了 如果没了 你就可以立刻做一个 方便你自己换夹的动作 还有 它也会有底胶 底胶其实都已经做了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 做一个技号 令到你可以记录 究竟什么尺寸 哪一只夹是多少号 或者这只夹 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夹 那这个是不错的设计 希望你们会喜欢 把枪的前一边的部分 就会配合了 整个圈都对的 7寸鱼骨 和7.5寸的外管 那其实整个设计 就会变成 砌完出来之后 就像现在这样的了 你会凸凸了一点的火墓 令到整个设计 就没那么累累 原装呢 其实不是跟我们PTS Gryphon QD Bar Shield 其实它是原装 是跟了VFC的SG552的一个火墓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了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了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